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蒋迦娜系列基础教程第四节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对象与对象之间的继承 说到继承这个概念哈,我们不由自主的会想到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继承 比方说,一个富翁临死的时候呢,会将他的财富继承,就让他的子孙来继承,遗留给他的子孙 当然这种财富可能是物质财富,也可能是精神财富 那么再然后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对鸽子的子女,就是小鸽子 他会继承父亲和母亲的这样一个毛色,或者说是一些嘴巴的形状 看眼睛的颜色等等,会继承这样一些特性 再然后呢,黄皮肤的人呢,黄皮肤的人的父母会生出黄皮肤的孩子 那么白人的父母呢,会生出白皮肤的孩子 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自然界中的继承 那么自然界中的继承呢,就是指小孩可能会继承父辈的一些特征 那么简而言之,对于加瓦来说,对象间的继承又是什么样一回事呢? 其实哈,加瓦是面向对象的这样一种甚至语言 那么他的继承啊,实际上也是子类继承父类的一些特性 请记住,刚才我说的是子类继承父类 子类继承父类首先都有一个类的存在 那这个面向对象的设计中,我们把子类叫做 又叫子类,又叫做派生类哈 父类呢,又叫做鸡类 那对于子类,子类相对于鸡类,或者说子类相对于父类哈 或者说是派生类相对于鸡类来说哈 他们都是一个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 那好,其实所谓的面向对象的设计呢 就是先形成各种各样的类 然后呢,溜出这些类的对象 让这些对象之间彼此交互最终构成了一个面向对象的这样一个程序模型 那为了方便我们更好地理解对象间的继承 我就用一个简单的代码来演示一下 那演示的话呢,我构建了两个类 一个叫做father点加瓦哈 一个叫做thumb点加瓦 记住对象间的继承呢 首先要有类才有对象 所以我构建了一个负类和一个子类 那么负类中什么都没有哈 子类中倒是还有一个man方法 那在加瓦代码中 如果子类要继承负类 一定是在生名一个类的时候 要写上一个关键字叫做extense 记住extense extense的中文就是继承的意思 extense空格 father 也就代表哈 我的上类继承了father类 继承了father类 那现在子类继承负类到底继承下来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要来回顾一下 对于加瓦的类来说 类里面有哪些东西呢 我们在生名一个类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两块 一个是类的成员变量 还有一个呢 就是类的成员方法 比方说father类 有public stream lame 还有 blad type 雪形 ok 那么 这是它的成员变量 我把他生名都是public的 接下来 还有一个public的 work方法 system.out.println workin 好的 那接下来 mem方法哈 上类的mem方法 看一下 既然负类只有成员变量和成员方法 那么子类继承负类继承的到底是成员变量 还是成员方法 还是两者间而有之呢 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在上类的mem方法里面 不管mem方法在哪个类中间 它都是程序的执行入口 那我在这个mem方法里面 构造一个father类的对象 再构造一个上类的对象 接下来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father类的对象肯定有work方法 那么子类是否也有work方法呢 记住我的子类对象打点掉的一定是属于子类对象的这个方法 好 测试一下 java c father.java 看看有没有语法错误 java c上点java 哦 new father 哎 抱错 不用怕 看看 有时候哈 我写快了 father 这个是f-a-t-h-e-r 这个是f-a-r 也就是我多了一个r 这都是语法错误 我在溜一个类的时候 这个类是必须存在的 接下来保存定义 没有问题了 有错误 不用怕 接下来 我要运行的是father还是上呢 记住我要运行的是带漫里方法的那个类 所以肯定是上类 上类的这个闷方法 构造出father类的对象 objfather和上类的对象 objson 因为我的上类哈 只有闷方法 我们就来看一下 上类的对象 有没有继承一下father类对象的一些方法呢 wow walking 它果然继承下来了 当然 这个貌似继承下来的方法是原封不动的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写上 father is working 重新编译一下 哦 结果 我实际上带用的是上点work 但是呢 它还是输出的father is working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子类是继承下来了负类的方法 继承下来 所谓的继承 请注意啊 我个人觉得实际上 这个方法是copy了一份放到子类 放到子类 也就是说 我的子类从负类里面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方法下来 这个就是继承 那么除了继承方法之外 我有没有继承它的属性呢 比方说 obj上点lam 因为这个lam是public的 所以我可以访问 好 我来输出一下 上点lam 也就是说 我用对象导 打点调用一个成员变量 当然这个成员变量是非私有的才可以调用 那等于 上 等于上 也就把直复取出来 然后打印出这个obj上点lam 那问题来了哈 如果 因为我这个上里面 其实没有生命任何成员变量和方法的 那这个lam除非我是从fugger继承下来的一个同样的叫做lam的变量 否则哈 我是不可能用子类对象打点调用这个lam 属性的 接下来 重新编译一下加拉C 因为我是保存了的 咦 看到没有 我输出了一个 上 上 也就是我输出了obj上点lam这个变量的一个值 那也就是说我的确继承下来了这个lam 好 当然如果 我随便加一个lam1 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哈 就是说我的负类并没有一个叫做lam1的变量 我这是随便乱掉用的 看一下 编译会不会出问题呢 他会报错 他说我根本找不到这个lam1 但是他却找得到lam 说明什么 说明 虽然上没有声明lam 他也没有声明那么一 但是因为负类没有那么一 所以他找不到 好 我声明了lam呢 负类声明了一个lam 说明我的上 从负类中 继承下来一个同样的 叫做lam的screen点量 所以 我这里可以直接使用 记住是直接使用 同学们请特别注意 什么叫做对象之间的继承 对象因为是由类构造的 类只有成员变量和成员方法 当然静态的出来 我们还没有介绍 那么我的子类继承负类 继承的就是他的成员变量和方法 相当于我copy了一份下来 比方说你的父亲是A心血 你也会继承他的也是A心血 当然你也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既然子类继承负类 是继承的成员变量和方法 等问题来了 所有的成员变量和方法都可以继承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子类继承负变成了一个缺省的修饰服 发热点加网 这个是没问题的 重评点一下 接下来上点加网 哎 貌似没有任何问题哈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把子类变成了 private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father的成员变量的lam 变成了私有的类型 那么我的子类就报错了 因为我调用了子类的lam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明哈 说明我虽然继承了负类的成员属性和方法 但是貌似私有的东西 我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我没有办法使用负类的 继承下来的私有的东西 使用不了 OK 记住 不管是方法也好 成员方法也好 成员变量也好 只要他们被声明为私有的 那么子类 即使继承下来 你也没有办法使用 好的 这个就是对象之间的继承 注意哈 继承 子类继承负类 继承的是负类的成员变量和方法 但是只有非私有的成员变量和方法 我继承下来 才可以在子类中去使用 好的 这个就是对象之间的继承 同学们学会了吗 我们本次课到此结束 下次课再见 下次再见哦 感谢观看